果然坐飞机不能长得太丑 太丑就容易被淘汰 美空军之前就有一款几乎打败F35的战机 在火力军看来就是因为太丑被淘汰的 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嘴蛤蟆X32战机 一款丑到爆的机型 之前有劝友还问火力军大蛤蟆能复飞吗 火力军当时就纳闷了 你复飞他做什么 在手机里当个表情包不好吗 不过既然都提到这儿了 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和大家聊聊X32 看看他的方案是怎么被干掉的 当初都暴露哪些问题 以及用现在的技术能否解决完成复飞 视频开始前 火力军要拉出一个人克林顿 美国第42任总统 之所以提他是因为在克林顿上任之前 美军的海空部队各个都有自己的大小玩具 玩的是不亦乐乎 但是伴随克林顿上台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后 首先砍的就是这三家的项目 这些项目在克林顿看来纯属浪费资源 于是克林顿一刀一个像ATA、NATF、AX、AFX等项目一个都没剩 这下美空军海军傻眼了 在研的项目除了一个ATF居然没剩下一个 全都砍了个精光 日子一下就没法过了 没办法 最后美国国防部出面开始霍悉尼 提出了JSSA和GAF两个项目 一个攻击机一个战斗机 其两个项目都是海空军通用 于是两部就稍微安静了下来 想着凑合着过吧 谁知道可能是克林顿杀红了眼 后来连JSSA和GAF也没了 两个项目合并成了JST 这攻击机和战斗机再次合并 一款多通途且能满足海空军需求的机型诞生了 JST作为一款常规起降的战机 具有隐身高机动性和低成本的特点 是冷战结束后均被放缓 美军被迫选择的道路 因为那时大家都没钱 搞尖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躲在角落发育 陆战队的CALF 这个常规起降短距起飞和垂直起降相结合的项目 进展一直算顺利 因为它小众且陆战队的规模很小 所以尽管美海空军和国会在一边斗的热闹 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陆战队CALF项目 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不在1994年的JST项目正式开始后 首任负责人是乔治妙尔纳少将 这位少将绝对是个人才 当他听说臭幼工厂有一个CALF项目之后 马上来了精神 研究一顿之后 他灵光一闪 为什么不干脆把CALF和JST合并 兼顾陆战队的垂直起降 海军的舰载和空军的多用途 做成三军统一的梦幻机型 这样必然会有巨大的采购量 量大成本就能压缩到极限的低成本 哇塞好完美 只不过设计师听了估计要做噩梦了 当这个方案上报之后 美国防部和国会都非常满意 因为这项目就俩字 省钱 三个军种统一研制 装备异种机型 且能满足所有需求 试问哪个国家会不动心 于是又一次二合一的JSF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 正式被批准 好了 现在知道了前因 我们现在步入大嘴蛤蟆X32的诞生 在JSF获批后 美国防部随后就开始招标 当时参加的竞标的公司 由麦道、诺斯罗普和洛马三家公司 而麦道公司的方案就是第一个被毙掉的 麦道公司方案是成也微型败也微型 它继承了来自YF23的微型尾翼 这种微型结构的水平夹角只有15度 能同时兼坐垂直和水平尾翼 完成飞机的抚养和水平机动 但也因微型以身兼两直 所以任何动作都会引起纵向和横向 两种姿态的变化 这样会导致飞控变得非常负载 这放在B2身上 也许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像JSF这种必须频繁 做高强度机动动作的战斗机 飞控如果变得很复杂 随之而来的就是击毁人亡的高风险 是难以被接受的 当年的YF23就是栽在了这个上面 虽然YF23的隐身性能比YF22更强 但是由于微型尾翼带来的 飞控风险和本身控制效率不高的问题 最终败给了YF22 而麦道的设计方案及隐身性 是和YF23一样出色的 甚至强过前者 但是这个悲剧依旧在麦道方案上重演 虽然在隐身性能上 麦道公司是三个方案中最好的 但是空军却不喜欢 认为微型尾翼的设计 无法满足空军对机动性的要求 再加上海军对垂直起降也有要求 而麦道公司在这方面 使用了雅克141的双生力发动机设计 没什么太多的新意 而且双生力发动机的设计 还会导致飞机耗油量增高 重量增大 可以说是相当平庸的设计 就这样 麦道公司没有取得美海空军的青睐 在第一轮中就惨遭淘汰 连制造原型机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看到麦道公司的惨样 诺斯罗普也没能顶住 中途就表示退出 洛马眼看就剩自己 岂不是稳了 暗自高兴时 洛马的老冤家波音公司横插一脚 踢出了自己的方案 由此美国防部就宣布 洛马和波音进入第二轮竞标 而且国防部还决定 让竞标双方各制造两架原型机 用于是非评估 而这两架原型机分别被授予X32和X35 就这样 大嘴蛤蟆X32就诞生了 在JSF项目的发展过程中 英国被盛情邀约加入项目 成为JSF首个 也是最顶级的合作伙伴 当年大英帝国就向JSF项目直接投资25亿美元 并承诺买进150架JSF战机 只不过最后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美成功拖住了欧洲下一代战机的研发 到了2001年 落马和波音经过一年的试飞 国防部最终决定 落马的X35战机中标 波音公司再次败北 那么X32都暴露了哪些问题呢 刚才卖到公司是成败皆微行义 那X32就败在了它极具个性的大蛤蟆造型了 虽然X32很丑 但这并不代表着波音这款方案没有亮点 X32被设计成大蛤蟆嘴是实属无奈的办法 因为X32的垂直起降生力系统 采用的是类似摇式战机生力推力一体化的方案 也就是说 X32仅有一台主发动机 没有单独的生力发动机或生力风扇 是从发动机中部位置分出两个侧喷管 当需要垂直起降的时候 机身中前部的侧喷管会朝下转动 把发动机喷流提前喷出来 这样就能和尾喷管一道形成三点式的生力布局 完成垂直起降 这种生力布局的效率是最高的 而且三点式布局也稳定且易于控制 如果不出意外 但是就来了 这个方案要求发动机整体要靠近飞机中心 也就是要安装在飞机很前面的位置 这样会导致飞机的进气道变得很短 而为了保证足够的空气流量 就只能把进气道加粗 结果X32的进气道变得又短又粗 成了一个蛤蟆大口 随之而来的就是破坏了飞机的隐身性 我们知道在雷达发射面积中 发动机涡轮叶片绝对是大户中的大户 像X32的蛤蟆大口 直接将发动机叶片暴露在外 明摆着告诉敌人 我来了 而波音公司的解决方法是和解决FA-18EF战机的方法一样 在进气道中发动机叶片之前布置了一个导流片格栅 这格栅能够从正面遮挡叶片 而导流片使用雷达吸波材料制造 这样能够部分解决隐身问题 但这终究只是一种补救措施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且格栅还会降低进气道的进气效率 影响发动机工作功率 因此要想达到同等的飞行效果 X32的使用发动机功率一定要比同类飞机的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气动布局方面 X32别出心裁的使用了类似幻影2000的五尾大三角翼布局 这是自F106截击机以来 美国设计的第二个五尾三角翼布局的战机 这样的气动布局载油量好 生力机动性都没得说 但五尾三角翼布局却无法满足美海军的需求 海军战机由于要甲板起降 因此历代海军对战机的起降性和低速操控性要求很高 而五尾三角翼布局恰恰在这方面 性能是最差劲的 像采用此类布局的幻影2000LCA等战机 无一例外的都存在起降距离长 低速操控性差的毛病 因此美海军无法接受X32这样的设计 而当波音公司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着手开始更改设计时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最终波音公司没能造出常规布局的X32 结果就输给了落马平平武器的X35方案 而从现代角度出发 去解决X32的隐身和动力问题 首先在隐身问题上 如果不考虑改变X32的机体结构 那么我们只能从隐身材料入手了 比如可以将BRA的隐身涂层应用在X32上 BRA的大部分表面都被一层特殊的弹性材料覆盖 使表面保持均匀的电导率 以减少来自接头或接缝处的雷达波反射 而在设计中 不能依靠外形进行隐身的部位 就要涂上雷达吸波材料 其组成成分至今仍是高度机密 RAM是可多层喷涂的涂料 内涵可将雷达波能量转换成热能的成分 主机涂上厚度适当的涂层后 特定波长的雷达波再照射到涂层后 涂层两面反射的雷达波会发生干涉 从而相互抵消 类似的概念就是光学镜头的镀膜 可以消除不必要的光线 只不过BRA的隐身涂料 波音公司能不能搞得到就另说了 而在动力方面 X32可以直接换装美国的第五代航空发动机 也就是未来六代机的新脏 XA100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2021年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宣布 首台XA100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完成了高空台架测试 性能与预期一致 近期第二台也已经完成了相关测试 这标志着世界上有了满足装机飞行要求的 三含道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XA100的三含道设计 可以将第三含道相对凉爽的空气 挪到散热大的部件上 减少红外特征信号 变相增加X32战机的隐身性 而且还能让X32战机 拥有更大的航程速度机动和核载 解决X32战机垂直起降时 因吸入热废气导致的动力不足问题 只不过现在有了解决方法 也没必要了 X32还是老老实实的在手机里面当表情包吧 从麦道和波音方案的失败 我们能看出 美GSF项目三军通用要求的难度 既要满足陆战队的垂直起降 又要满足空军的机动性要求 还要满足海军的起降性能要求 而设计厂商经常是顾得了一头 顾不了另一头 看似麦道和波音方案 都有自己独到的技术亮点 但他们都无法满足三军通用这个苛刻的要求 最终全部失败 而看起来平平无奇 最没亮点的落马X35方案 因同时满足三军需求 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X35摇身一变成了现在的F35战斗机 作为美国三军通用的新一代战机 F35的采购量是空前的 在2001年美国国防部曾乐观表示 三军将总共采购3002架F35战斗机 其中空军将采购1763架 海军将采购480架 而海军陆战队将采购609架 外加上海外盟国的采购数量 F35系列战机的总产量估计能超过4000架 落马自己甚至乐观的估计会有超过5000架 当时更乐观的还有采购价格 那个如今已经沦为笑柄的2800万美元的神奇单价 X32和X35都是基于同样的制造要求 因此它们有着类似的性能参数 按照射击要求 X32在常规飞行中的速度能达到1.6马克 可以在武器舱内搭载6枚AMRAAM空空导弹 或是两枚导弹两枚炸弹 其内部也能容纳适应F35战机 当下搭载的大部分先进电子设备 但很可惜波音为了在价格上取胜 X32最终选择了单片三角翼机翼 而且没有装载胜利发动机 在垂直起降和隐身能力方面 也远落后于F35战机 最后惨遭淘汰 如果在X32和F35中做出选择 火力军作为炎狗 肯定是会选择F35 虽然X32这种像A7海盗变异一种的战机 看起来也挺丑萌的 但并不符合火力军的审美 尽管F35的外表设计平平无奇 缺少如F22那样的流畅锋利线条 但是和X32相比 F35就如同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虽然战机的外貌对战机战力影响不大 但会影响战斗机飞行员的心情 试问谁不想架势一款 看起来就很有主角光环的战机呢 当然从美国防部角度出发 波音公司从一开始就输了 波音公司没有选择制造一架 能同时满足空军海军和陆战队的技术验证机 而是制造了两架 一架能够执行常规超音速飞行 另一架则可以垂直起降 而洛马的原型机在兼具这两项功能的同时 其公司本身还具有制造F22的经验 因此波音输给洛马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反过来讲 X-32其实也蛮幸运的 它不用经历F35数十年的测试和重新设计 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成本超值 现在回想起来 最后将X-35这样一款战斗机应用于三军 几乎肯定是很明智的选择 这样就不需要重新制造一款能在三种差异很大 且能共享关键组件的战机了 大大减小了联合项目的复杂性 好了 关于大嘴蛤蟆X-32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的